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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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們已經過很多時間了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切入我們的主題 我想要先帶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認識生命學的隱遇 我想 我是電機系的老師 我知道台下蠻多同學不是電機系的同學 就算是電機系也好 生醫工程 婚姻學工程 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領域 它在電機工程裡面只是一個小角落這樣子而已 可是各位之所以想要來上這門 可能應該多少少都有一些不同的理由 好 那我們想要先第一件 這堂課程第一件事情 我想要先來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你想要認識生命工程領域 有人可以回答我了嗎 你為什麼想要認識這個東西 它感覺上好像跟我們傳統的電機領域 沒有什麼非常直接的關係 起碼跟我們的三電二數 三電啊 工程數學啊 好像沒有什麼非常非常機械的關係 OK 第一個我想大家對這個名詞 高齡化社會應該不會太陌生才對 就算你不知道它的定義是什麼 你大概也聽過這件事情 OK 那我們常常會在報章雜誌上面看到說 現在人口的平均年齡越來越高啦 或者是高齡化人口越來越顯著嘛 但是其實各位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 我們講的事情就是 高齡化社會這個東西 其實是有一個定義的 聯合國對於這個串人 其實是有一個定義的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首先它定義65歲 叫做老年人口 為什麼是65歲不是60歲又70歲 其實都可以啦 不過一般來說65歲是我們認為 大概是退休的年紀 以公務人員來講65歲是借退 借您退休 所以suppose65歲是一個 退不退休的一個觀念 一個年紀就是年齡就是 之後為什麼要再說 但是起碼我們現在就先認定 65歲以上是老年人口 那聯合國的定義是 只要超過7%的話 這個社會裡面的老年人口 超過整個社會結構的7%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做高齡化社會 那請問一下各位 台灣是高齡化社會嗎 上面就有寫了齁 已經死了齁 而且其實很久以前就死了 OK 我們現在的話 呃 根據去年的統計 的話來講去年的統計 會在今年的年中才會有結果 年度中間 OK 那根據去年的統計來講的話呢 我們的老年人口大概是佔了11.8% 所以已經就是高齡化社會了 而且其實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是高齡化社會了 然後呢 哟 接下來會進入高齡化的這塊人口 其實基本上我們都是可以預測的 因為我們不會莫名其妙 跑出一大堆五六十歲的人來嘛 對不對 這些人 台灣的人就是這些人 人口結果我們早就很清楚了 所以其實未來的發展我們大概還可以回復 包含生育率來講的話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線性的回復曲線 OK 我們預估怎麼樣子呢 我們預估呢 這個數字其實會越來越高 很合理嘛 因為現在醫療進步嘛 對不對 所以人的壽命其實是越來越長的 再來呢 現在的養育成本很高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房子很貴 對不對 薪水又沒有漲 什麼都漲就只有 所以大家不太想生小孩 大家都有自己的牧場想要完成 所以 生育率不是那麼高 我們的生育率已經不是新聞嘛 對不對 我們的生育率大概只有1%而已 高級的這個number 前幾年榮元的時候也好看一些些 現在我們還不曉得 OK 總之呢 這個數字我們是可以預期的 預期大概在2025年的時候 這個數字會到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是什麼呢 是聯合國地域裡面的超高齡社會 OK 那其實有第幾個門檻 七十四二十都是門檻 現在把餵肅這個抓出來看 各位大家覺得2025年好像很遙遠 今年是2015年 2025年是什麼時候呢 十年後 OK 十年後是什麼時候呢 大概各位跟我現在差不多的時候就是十年後 那個時候時候是你已經畢業了 不管是從 呃 做十班或不是班都好 你大概已經畢業了 然後你大概也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了 做了幾年了 OK 那必須好一點了 你可能結婚了 甚至有可能生小孩 你正是你的人 你的工作正要起飛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很好 連人口有百分之二十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們都不工作 但是他們要不要錢 要 他們有追求金 這個金誰付 OK 這個國家的追手感 OK 所以他到時候整個人口的結構 會影響我們的生活非常非常多 OK 那你會隨便想說 那有沒有其他國家也是這樣子的 其實高齡化是整個事件的一個趨勢 OK 我們的世界上的人口大概Roughly在 在那個社會大概會到哪一個頂峰 不過這個東西會受到很多東西的變動 所以 預設可能不見得那麼準確就是了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呢 即使提到超高齡社會了 我們可以想到另外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國家 都會覺得那個平均年紀會比我們還老 你好 日本 對不對 請問一下各位 日本現在是不是超高齡社會 你覺得是或不是 只要很簡單 是或不是兩種選擇而已嘛 對不對 你覺得是的人是舉手 大家都很厲害 是 沒有錯 他們現在已經是超高齡社會了 OK 他們大概是 現在好像 我路沒記說大概是25左右吧 23還是25左右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們大概是什麼時候 進到這個階段了呢 他跟台灣之間的差距大概會是20年的差距 OK 所以 他們大概是在 10年前 2005年的時候 進入超高齡社會的 OK 也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現在看日本就是 還在看 大約是在看20年之後 OK 這算是一個滿好的界鏡 大家可以稍微記住一下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OK 所以 我們現在 一開始用一些數據來讓各位知道說 真的人會越來越老 也就是年齡會越來越老 這個東西跟修聲音工程導臉有什麼關係 年紀大的人比較容易進醫院 還是年紀小的人比較容易進醫院 還是各位 大家都知道 其實 人 我們的人體的器官其實是消耗病 OK 所以換句話說 它會隨著年紀的增加 它會開始有一些些問題出現 進出醫療機構的機會是越來越大的 當然不是適用個體 是適用群體整個的預測來說 所以在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都會去預估在未來 至少在未來幾十年的狀況底下 聲音工程這一塊的發展 基本上是滿看好的 雖然說這是 立基於那個年齡 平均年齡增長的這樣子的一個前提 才會有的一個結果 但是總之 會有越來越多的市場 就是 OK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它受到這麼多人的重視 包含一般的企業 或包含政府 或是包含個人都好 受到大家的重視 因為這個一定會發生 我們的老年人口一定會變多 那這些年老的人口呢 一定會用到越來越多的醫療資源 所以相對上面 生意領域裡邊的這一個部分的 產業的需求會越來越高 先不要管產業 我們跳出來看一下另外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其實有點舊了 應該叫舊文了 它是發生在民國96年的9月 大約是在7年多的時候 今年是104年了 我昨天有稍微想一下 96年9月大概是各位在國中的時候吧 所以或許你們對這個新聞不是很有印象 那個時候 不過這個新聞的主角 大家應該都很認識 因為我們的郭董 那個蠻長博版面的嘛 所以大家應該不陌生 那個時候其實他的原配 才剛去世不久 所以呢 那個永齡其實是他原配的名字 永齡紀輕微 他以這個名義捐了151個台灣大學 醫學院 OK 這一個新聞其實在當時還蠻震撼的 因為他數字真的還蠻大的 就算擺到現在來看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OK 那這個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維歐代表的是 大家都知道郭董是一個生意人 所以其實他會擺那麼多的donation進去 其實有一個用意也是因為 我們都知道在生意產業上面 其實會吸引越來越多的注意力 也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地方 OK 所以一方面他在做一些donation 幫助有需求的人 另外一方面其實也是一個機會 來進入這個產業了解他的需求 OK 這一定是有相互的一些關係的 那 後續是怎麼樣子 帶來怎麼樣子的結果 我們可以再看沒關係 不用那麼早下定論 那高齡化的結果 對我們產生了什麼樣子的影響呢 OK 當然人口越來越多 佔的比例越來越高 尤其大家都知道 那個 這個退休人是最有錢的 對不對 因為他們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財富 他們平常沒有什麼需要大筆的金錢 需要花費 不需要再重新買一棟房子 不需要再買什麼 有很大筆的支出 所以他們其實 口袋裡面是還蠻多錢的 OK 然後通常他們對自己身體的保養 也非常的重視 OK 所以開始就會有相關的產業出現 這裡我們又要回來提一下 剛剛那個出現的我們的鄰居 日本 日本其實他們在1995年 也就是他們的社會 進入了高齡化社會的時候 他們就做了這件事情 20年前他們就做了這件事情 他們由政府公定一個 頒布一個法令 叫做高齡社會對策基本法 因為他知道這是不可逆的 尤其日本的高齡人口 或是老年人口 在世界上面是第一名 他說第二沒有人敢說第一 所以他基本上他是第一名 所以他必須要去很嚴肅的 來面對這件事情 另外從產業來講 我們甚至可以看得到像 大家知道化妝品公司 對不對 在周年慶的時候 一向是那一本DM裡面的主力 整本DM那個二三十頁 他大概可以占到十頁 為什麼 因為產值非常非常高 OK 那你有在裡面看過五十歲以上的人嗎 沒有吧 裡面的model都很年輕對不對 二十歲三十歲 因為大家都希望看起來很年輕啊 可是日本的化妝品公司 因為他們的銀髮族已經量大到某一個地步了 所以你用一個二十歲的model 去跟一個六十歲的人推銷的時候 請問一下他會不會買單 他不太想買單 因為他知道他在塗幾公升在他的臉上 他也不可能變成這樣子啦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你要把東西賣給人家 你總是要為別人想一下嘛 對不對 OK 那所以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狀況呢 因為你的客人已經多到這種地步了 不是只有二三十歲的人想要買你的東西而已 OK 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稍微轉一下腦筋了 OK 所以從這些管事從政府的政策來講 或是產業的現象來講 各位都有看到 其實這個部分大家都還蠻同意的 就是我們已經開始要邁入高齡的社會了 所以我們的產業其實不會有 這個趨勢其實是蠻確定的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些比較仔細的數字 那根據國際的市場調查來講的話 我們說醫療器材產業 有時候簡稱醫療產業 在2012年的時候呢 全球暫值大概是3046億美金 OK 同期的話呢 半導體市場是2916 為什麼要把半導體市場拿出來講呢 因為這好像是我們傳統上 比較厲害的地方嘛對不對 我們在出口的產值上面比較高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你可以發現這兩個數字其實蠻接近的 醫材還比較高 OK 而且呢請注意一下 我這邊列的只有醫療器材而已 真正廣益的生醫產業的話 是必須要包含生醫材料還有生醫藥品 包了這兩個東西進來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數字大概會變成這個的三倍到四倍 OK 會多一個一在前面 這個感覺 所以它的產值其實是比半導體還要高的 OK 而且呢它不但高 它其實成長率都還蠻穩定的 它預估在明年 今年 sorry 今年的那個市值的話是3684 有興趣自己除一下 它的成長率是7% 它蠻穩定的 7%是什麼樣子的感覺呢 以其他的市場 例如說像半導體市場來講的話 它的成長率大概是3到3.5 OK 所以這一塊是人家的兩倍7%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不是用講的而已 是現在已經發生的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真的蠻大的產業 它的產值甚至超越了半導體 那台灣的狀況如何呢 來根據工業內的統計呢 2013年的話呢 是814 看起來這個數字好像蠻impressive的 還蠻大的 可是呢 不要忘記看一下單位 新台幣 所以請你除一下30變成美金 OK 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的台灣在生產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占世界的產值的 很小的一個%而已 OK 所以從好的方面來講 我們可以進步的空間還蠻大 那我們的成長速度 大概是 也是跟世界的這個市場的成長率 差不多大概是在7左右 OK 以上的資料大概都是在過去兩三年的 一些資料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這些真正的數字以後 或許更堅定的你原本的一個期待 但是我們故事還沒說完 好話說的差不多了 但是要現在正版面都要來描述一下 對不對 但是呢 這些數字還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我們知道這個產業的確很大 產值的確很大 但是好像台灣涉及的部分還蠻少的 是不是 沒錯啊 是啊 以現在的發展來講的確是蠻少的 為什麼 因為我想這是一些產業特性的緣故 OK 因為在聲音器材 或者是 不管是聲音器材 或是聲音藥材的發展上面 它通常在 新產品的一個發展上面 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OK 它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來做一些驗證 OK 以FDA為例的話 各種需要驗證人體試驗的時間不太一定 跟你的侵入性有關係 但是至少都是在兩三年 甚至在五六年以上 這個時間代表什麼 是你產品已經研發出來 然後開始進入人體試驗以後 你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OK 它Approve以後 你才能夠上市 所以你的公司要先撐過這段時間 才有錢可以進來 OK 甚至像美國那些大藥廠 他們在開發新藥的時候 開發一項新藥的成本 大概都是以一億美金的單位在做計算的 然後他們只要十顆裡面有成功一顆 哇 大概賺翻了 OK 所以你可以知道 另外九顆九一就這樣 噗通丟到水裡面不見了 所以它其實相對於其他產業來講 它其實需要的入門門檻還蠻高的 OK 所以雖然它產值很高沒有錯 但是 其實絕大部分的這些收益 是集中在比較主要的這些公司裡面 小公司有 也有 OK 只是你需要面對的競爭其實是很激烈的 那不可否認 這個現象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知道我知道 只要看了數字 今天有來上課大家都知道 都很impressive 那獨眼龍也知道 那個凱達格蘭大道裡面做的那位長官他也知道 有人會告訴他 所以過去幾年來我們的政府政策不乏有這些聲音 就是我們想要把聲音產業當成是明日之星去promote它 OK 希望能夠促進一些產業的發展 帶動國內經濟起飛等等的 這種話我們應該聽的不算少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回顧一下歷史 是不是真的每次政府背書都會有好處 來 這時候我們就要考古一下 來這個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多半是沒聽過 因為 比剛剛更久了 各位還可能還在念小學 2002年的時候我們打出了一個口號叫做 兩兆雙星 有人知道兩兆雙星指是什麼嗎 如果你真的聽過的話我真的非常的佩服 先說一下歷史背景 那個時候其實竹科的成功開始慢慢的彰顯出來 以台積電或是聯電為首的這些半導體公司 開始營運得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有了這個新竹科學園區成功的潛力 讓我們的政府更想要 希望能夠投入更多的這些資源下去 看能夠複製更多個十個台積電出來 類似像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他們就會找未來的明星產業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找了兩個target 所以就叫雙星 是哪兩個target呢 第一個叫做記憶體 第二個叫做面板 LCD面板 OK 各位可以想一下嗎 當時都還是那種 那個傳統那種音極的那種 音極射線的面板 音極射線的螢幕 因為每一個電腦都放一個面板 哇那個產值不得了 對不對 每一台電腦都要升級嘛 對不對 記憶體都要 哪有一個電腦系統沒有記憶體的 大家都要升級大家都要買新電腦 哇這個記憶體的產值也是很高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想要做這兩件事情 有沒有成功 看這個名字就知道可能還蠻慘的 的確 其實在四五年前我們大概都全部都知道 大概被另外一個臨近的國家砍得很慘 南韓 OK 基本上我們的技術輸文價有一截 OK 所以我們在成本 你一定要用成本上面的價格戰來 贏取這些市場是蠻有限的 所以最後變成兩兆傷心了 你丟兩兆的這個進去 然後換來的市占率好像不如預期這樣子 來再講其他的東西 03年之後我們又提出了另外一個 叫做祖北生醫園區 OK 講一下背景 我們剛剛說過的這個生醫產業的崛起 不是從這兩年才發現到 其實十年前大家就知道了 OK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大概就知道 未來十年二十年人口的走向是怎麼樣子 最近只是證實而已 而且還提前而已 對不對 所以當時我們就知道說生醫產業其實可能會有 會非常具有影響力 所以剛好在新竹這個剛新攫取的地方 其實它本身沒有什麼大的醫學中心 OK 所以我們就想要在這邊搞一個 類似複製像新竹科學園區的成功經驗 我們也要搞一個園區 我們就把它叫做生醫園區 那這剛開始弄的時候 其實蠻轟轟烈的 大家都覺得好像要有一番作為這樣子 請問一下現在這個生醫園區怎麼了 有人知道嗎 沒關係大家都還不太清楚 因為畢竟我們都還是電機系的同學 當時這個生醫園區 他們在規劃的時候有三個主軸 一個是研發中心 技術研發 一個是育城中心 要培養這些新的startup的公司 再來第三個是 一個大型教學醫院 因為這樣你才有辦法跟人體奢侈搞在一起 OK 育城中心 好像如果沒記錯的話 是去年還是前年剛落成 然後醫院呢 還在蓋 醫院還沒有蓋好 所以育城還有那個技術研發中心弄好了 但是過了幾年了 十二年 上一個陽年的事情 OK 搞到現在 政府背書的喔 中間來來去去換了好幾個 好幾個人了 本來是要給台大做 台大後來又不做 又要給別人做 然後後來台大又要回來做 搞到現在到底是誰做的 大家都搞不清楚 好 十年前就要喊的口號 到這幾年還會不會繼續喊 當然會啊 2009年 其實有一個方案提出來了 雖然政府的頭頭換了齁 但是還是有一個新的名詞出來 叫做台灣生技起飛鑽石行動方案 喔 這個名詞很長 不過大家應該都沒聽過對不對 我不用confirm了 不過有一個東西大家可能聽過 宇昌有聽過嗎 我可以呼喚一下各位的記憶 2012年總統大選 OK 那個時候有一個東西叫做宇昌案 OK 因為 就是anyway 有人攻擊我們的某一個總統候選人 並沒有做適當的利益迴避 搞到後來這個東西就整個破局了 不管它的事後真正的背景是怎麼樣子 我先補充一下 這個所謂的生技創投基金 它其實是當時政府規劃的一種方式 就是說因為我們剛剛講過的 生醫產業或生技產業 它其實很需要資金嘛對不對 那一個startup公司 它哪來那麼多的資金 它可能有很好的點子 但是它的資金很有限啊 所以政府那時候就跳出來說 沒關係那我來投資你 只要你能夠說服我們呢 我們可以donate 不是donate investment 我們可以投資 給你一些先期的一些創業的基金這樣子 那等到你回收了以後呢 你才有部分的收益回到我們的國庫 一來培植產業 二來的話也是有點像是在投資的那種感覺 OK 那所以這件事情因為被爆出來之後呢 當然後來也是不了了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這個program 到底到最後成功的狀況是什麼樣子了 所以其實蠻遺憾的 那當然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查一下 目前我們的行政院還有推什麼樣子的方案 我記得那個名字 跟我們最後這個差不了多少 好像也叫做台灣生技起飛方案吧 類似像這樣子 只是少一個鑽石而已 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有沒有鑽石到底差在什麼地方 好啦 所以說到這個地方 好的和壞的我們好像都聽過了嘛 對不對 它好像有很吸引人的部分 但是好像也有還蠻驚嚇人的部分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是我們的心心還是我們的流星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為什麼我們會對這個生醫產業呢 覺得我們很有希望成功很有希望介入 我想絕大部分的論點都是來自於這一個新聞 提到的這一個這段話 這段話我是完全copy出來給各位看的 不是我自己寫的 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由於我們國內在電子業上面的一個成功 OK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已經本身具有這些電子零件 或是電子的一個instrument 電子儀器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能力了 所以我們其實只是換一個application 把它轉換到臨床應用而已 所以在我們剛剛所提到的所有的生醫領域裡面 其實在醫療器材這一方面 其實是有一些發展的優勢的 因為我們過去在電子設備這邊的成功的經驗 我們是可以把這些經驗轉移過去的 只是我們需要改一下方向 所以這聽起來好像蠻make sense 對不對 我們只要改一下方向 我們好像就可以做出一個成功的醫療器材 然後就可以賣大錢 然後公司就可以發展 我想往往過去我們在推這些 所謂的不管是方案 或者是這些政策的時候 我們想到通常都是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事實上為什麼到目前為止 成功的還是那麼少呢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請問一下各位 你現在在聽到股票 或者是聽到那個 就是這些股市分析裡面 你有知道任何一家上市的公司 是做新興的這些生物科技產業的嗎 好像沒有吧 我們好像找不出一家像台積電聯發科這種 哇 只要唸出來你就算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你也覺得他很厲害這樣子的東西吧 然後跟生意有關係的 好像沒有 那為什麼大家看起來很簡單 那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卻不能夠成功呢 我想這個問題是要留給各位自己去想的 OK 那其實這個問題也沒有什麼絕對的答案 OK 不過我們很 起碼我們可以從某些方面來想 這其實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怎麼說呢 我想問一下齁 你今天設計出來的這些器材 你是要給誰用的 我們今天進入了生醫產業 你發展了一個很好的醫療器材的產品 你的消費者是誰 醫院很好 醫療人員嘛 對不對 還有咧還有沒有 除了醫院以外 其實一般人也有可能會使用 對不對 當他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況 有一些concern 或者他想要了解更多的時候 他可能會去購買這些 醫療照護的這些產品 OK 所以對於這些人來說呢 價錢是不是問題 通常不是太大的問題 應該說通常不會是首要的問題 對不對 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什麼 醫療人員面對的是人命 今天我到底能不能救活這個病人 一般人在意自己健康的人 他最重視的是什麼 自己的健康啊 不然他幹嘛來買 對不對 所以對他們來講 其實價格並不是 最主要的因素 他們是不是能夠 使用了這個產品以後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 幫助他們做診療 或是做治療 或是做預防 OK 這才是重點 這個東西有沒有效才是重點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只是想要 用一些比較coast down的方式 來promote你的產品的話 我想問題會蠻大的 起碼大家 各位自己把自己想像成 今天你是抄刀的醫師好了 今天有一個這個很有名 形式有年的產品 一個 這罐藥 好像一罐藥一萬塊好了 現在有一個新的藥商 來跟你推銷說 我今天做出一個新藥 其實效果跟舊藥差不多 它只要一千塊就好 你要不要用 錢花的又不是你 那如果說我已經 舊的這個藥 形式有年的這個藥 它早就已經完成所有的 這些人體測試 它也確定沒有什麼副作用 或是只有已知的這些副作用 相對之下 新的這個藥 你根本不知道吃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 背後沒有一些重要的藥廠 或實驗室幫它背書的話 你怎麼會知道 到底今天這個病人吃下去會怎麼樣 如果今天萬一怎麼樣的話 你可能就要上法廳了 你要不要 所以權衡一下 大家都知道會怎麼選 所以在設計進入這個 醫療器材產業的時候 我想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你能不能夠設身處地的 為這些使用者去想 發展出適合他們的產品 我講的不是很高階的產品 而是你適不適合他們使用 是不是能夠增加這些診斷治療的成功率 OK 或是舒適度等等的 我想這個才會是一個 整個產品是不是能成功的一個重點 至少是重點之一 OK 所以我們講到這個地方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太否認 就是這個生意產業它的重要性 還有我們現在遇到的一個問題 不過或許剛剛講的內容 有一點太過同臭味 所以我們把我們的主題 拉到我們今天要講的第二件事情 什麼是聲音工程 我們稍微今天不會講到任何的內容 但是至少讓各位知道一下 什麼是聲音工程好了 是不是只要跟生物醫學扯上的東西 然後又跟工程扯上的東西 就是聲音工程呢 我想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容易回答 但是我們可以由一些日常的生活經驗 來得到一些驗證 所有的這些聲音工程呢 其實都是圍繞著醫學的診療為中心的 講改話一點就是你去看診 你去大醫院也好 診所也好 看診的經驗 由這個經驗發展出來 所接觸到的這些產品 OK 然後我們只要用 能夠用聲音工程的方式 來去完成這些產品 或是這些訊號的這些接收的話呢 其實都有可能是聲音工程所涵蓋的一方面 所以我們就從 那個就診這樣子的一個經驗出發 大家應該都有上過醫院吧 有人出生到現在還沒上過醫院的嗎 沒有很好 我今天早上才去醫院而已 所以應該很有感觸 來到醫院以後通常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護士會先幫你量體溫嘛 或者你自己會先去跑去量血壓嘛對不對 量體溫的話你量的是溫度 血壓的話量的是壓力 OK 要怎麼樣把溫度和壓力轉換成你知道的這些數字單位呢 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Sensor 感測器 OK 所以做這個Sensor就是聲音工程 以體溫來說呢 你需要一個溫度的感測器 把這些外界的溫度轉換成你可以量測的這個東西 它可能是一個電阻的大小 或者是可能是體積的大小等等的 總之它會把這個物理量做一些能量上的轉換 讓你能夠量測出來 血壓也是 它其實量的是我們身體裡面血液的壓力 但是它要轉換成另外一個物理量 讓你知道說 這個東西你現在的血液裡面 循環系統裡面的壓力到底是多少 所以你一定需要前面那一個 轉換能量的這個東西 這個元件 它就叫做Sensor 那應用在聲音量測上面的這個Sensor 我們就把它叫做Biosensor 所以這個是一個Biosensor 聲音感測器 就是我們在聲音工程裡面很重要的一塊 再來呢 如果你的狀況複雜一點點的話 醫生可能會要求你去照一些醫學影像 OK 沒有照過S光的請舉手 好 大家都照過嘛 對不對 因為這是非常非常基礎的健康檢查 那如果你咳嗽咳熱很久很嚴重的話 他可能也會要你去照一下S光 確認你的肺部有沒有發炎 或是雞痰的現象 這應該很常做 有照過超音波的請舉手 有照過超音波的請舉手 還是蠻少數的 不過放心 未來的十年你應該都會照到才對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你有了工作以後 第一個比較完整的身體檢查 就會涵蓋照音波 那不管怎麼樣子 你就算沒有照過 你應該也聽過 醫學影像呢 這兩個東西都屬於醫學影像 都是用非侵入式的方式來得到人體結構的一個分布 OK 你都可以由此而知道人體裡面內部的一些訊息 所以它當然也是屬於醫學工程的一個部分 那或許如果你今天是因為心律不整啊 或者是心計啊 而去醫院的 或者是說呢 比較嚴重一點你可能需要住院 或甚至更嚴重的你可能需要進那個加護病房的話呢 你很有可能會上這些東西 包含像心電圖或是生理監測系統 心電圖看得出來吧 很明顯的就是要量測心電的訊號的 那生理監測系統是什麼呢 它一樣是attached在你的身體上面 它會隨時對你的心跳 對你的血氧濃度 OK 對你的血壓 做一些定時的量測 這通常在做手術 或是在加護病房裡面的病人 都會隨時24小時按在上面的 OK 那這些東西呢 這些都是一個系統 都是一台機器 它都是想要去讀你身體裡面的某些生理資訊 OK 我們就把它歸列在biomedical instrumentation 它都是一些設備 那當然它是屬於醫療器材 所以一定是屬於我們生意工程的一個範疇 還有沒有其他的 當然有 今天好不容易量完所有的東西 走入了診間 醫生就會開始問你問題 那個咳嗽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個發燒多久了 幾度之類的 OK 它會開始記錄你的一些生理上的資訊 對不對 甚至它細心一點點 它可能會把你過去的病例叫出來 比對一下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OK 這個時候 以往來說 所謂以往就是我小時候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們是拿紙本的東西出來 看那個paperwork 所以在不同醫院上面病例的調換 就有很大的問題 但以現在來講 我們幾乎所有的這些 至少在地區醫院以上 這些病例的記載 病史的記載 其實都是已經電子化了 所以只要輸入你的病例號碼 你的所有的資料都會出來 甚至它可以看到 我們的醫療系統裡面 甚至可以看到你什麼時候在哪個醫院 就整過的記錄 這其實是看得到的 OK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一點點牽涉到 Bioinformatics 需要資訊的這個地方進來 除了幫你做你的個人病史 做一個比較好的統整以外 它也必須要做到一些隱私的防護 還有一些檔案的加密等等的 那還包含了不同格式資料的一些儲存 比如說同時有心電圖和醫學影像 你要怎麼把用怎麼樣子的檔案方式 跟這個人連結在一起等等的 不是只有開一個資料 假的那麼方便而已 所以這個就屬於我們的Bioinformatics 那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你可能會 你不一定自己生病 但是你可能會看到 旁邊有一些不幸的人 他可能做了一些大的手術 他需要一些輔具 來幫助他做恢復 OK 所謂的輔具就是說 他可能在手術治療的過程當中 他原本的器官沒有辦法 馬上恢復到百分之百的功能 所以他需要一些輔助的一些東西 最簡單的輔具就是拐杖 OK 那當然也有一些比較複雜的輔具這樣子 或甚至他如果今天需要截肢的話 他可能必須要裝上益肢 那現在的益肢 不是只有虎克傳掌的那個勾子而已 那個就是最早期的益肢 對不對 現在益肢其實已經開始比較進步了 他通常會做成 起碼材質外觀 會跟你原本的手會比較像 甚至有些是有一些感覺的一些功能的 或者是運動的一些功能的 這個我們到時候 課程會有講到一點點相關性 我們之後會再提一些些 所以現在的益肢的進步 可能比你之前想像的還要進步多 那我們就把它歸類到 biomechanics 因為它需要一些 機械力學的一些原理 才能夠設計出好的輔具和好的意識 來幫助你做恢復 或是幫助你操作出原本的一個動作 這樣子 除此以外呢 我們可能還會做一些 當你的這個東西 我們剛剛說過 人體的器官很多是消耗品 消耗品的意思就是 到某個年紀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太患了 比如說牙齒 OK 比如說關節 當然各位現在那個 頭好壯壯不會需要 不過難保50年後你們會需要 OK 所以我們在做這些新的替代的這些器官進來的時候 這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我們把它叫biomaterial 生化材料 或是生醫材料 biomedical material OK 我們要做出一個 人工的牙齒或人工的關節 植入你原本的身體裡面 OK 那以一個外癌物來講 植入之後會不會造成身體上面的一些 生理上面的排斥 然後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也就是說 你能不能把它當成是你自己的 你的身體 你的免疫系統 是不是會對它做出攻擊的活動 這其實是你要注意的 再來是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牙齒都長得不一樣 每一個人骨頭雖然 每根骨頭大家都有 但是大小床短形狀多少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怎麼樣去customize OK 也會是一個重點 那可以使用了 何用了 那怎麼樣讓它用的越久越好 OK 當然我們今天去 不管去做假牙的置換 或是做人工關節的置換 沒有人希望每年都要去換一個的吧 今天手機買來 每年都可以讓你換一隻 你大概很爽啦 不過換了人工關節 要你每年回去換一個 你大概很不爽 對不對 你當然希望就用一輩子 那怎麼樣讓它用的很久 OK 這也是材料發展上面一個 需要去重視的問題 甚至呢 在更先進一點的部分呢 我們可能還會有 Teacher Engineering的這個領域 OK 我們把它叫做人工器官 人工器官跟剛剛的這些 artificial的這些material 有什麼不一樣呢 剛剛好像也是器官啊 OK Teacher Engineering呢 它其實是結合了生化的部分 除了人工材料之外 還會結合了這個人原本的一些細胞 組織或是結構 OK 來達到比較好的相容性 OK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人工器官的一個範疇 OK 所以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幾年前 我們有曾經 科學家 不是我喔 科學家們有曾經試著 成功的在白老鼠上面長出人類耳朵的軟骨 OK 所以呢 你今天就只要養一隻白老鼠 讓牠長出來 你今天耳朵壞掉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植入這樣子 然後它的DNA跟你完全一模一樣 OK 所以它可以減少這些字體的排斥 所以 還蠻嚇人的 不過 我不知道各位會不會想到一個問題 誰每一次會去換耳朵 好像這個市場蠻小的 對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太平 算是太平的狀況 沒有戰爭 的確這個 發生的可能性不多 它通常是發生在戰爭的時候 炮彈飛來飛去 子彈飛來飛去 有很多的受傷是 有時候會在耳朵 比如說你旁邊有個炮彈炸了 耳朵缺了一腳 OK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用來做重建 OK 很妙吧 其實還是有它的應用就是了 好 所以呢 舉凡這些東西 其實都跟生醫工程有關係 所以其實你可以知道 它下面的範圍真的很大 只要你今天是用工程學的方法 去解決生物醫學上面的問題 OK 其實都可以算是生醫工程領域 好 那在這麼大的一個範圍裡面呢 我們這個學期的教學目標是什麼呢 其實我剛剛有說過 其實基本上這還是一個電機系的課程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會比較從電機系的角度來出發 去學那些跟我們比較接近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生理電訊號啦 比如說生理訊號處理這些東西 我們沒有辦法每一樣的東西都涵蓋 包含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最後講的那個很 聽起來很炫的這個Teacher Engineering Sorry 我沒有辦法cover 所以我們只能夠cover部分的範圍而已 那我的目標就是我希望 講的簡單一點就是我希望各位在上完這堂課以後呢 我把這張表拿出來的時候呢 你大概可以看得懂 它上面寫的是什麼 現在看不懂對不對 很正常 我希望這學期上完以後你能夠看得懂 這些是什麼呢 這些是我們在做這些身體參數量測的時候 常常見到的一些東西 第一個Color我想各位應該很多都看得出來啦 這個就血流嘛對不對 血流血壓這個沒問題嘛 Color Output是什麼 心輸出量 什麼是心輸出量 就是你的心臟 單位時間之內pump出來的血液 這叫心輸出量 OK 所以這三個前面這三個東西基本上都是跟血流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得下它的單位 你看這個有體積啊 或是有壓力啊 等等的東西 OK 來接下來呢 這邊有四個東西呢 前面都有一個electro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了 這跟什麼有關係 各位應該很熟悉嘛對不對 都跟電有關係 沒有錯 其中呢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electrocardiography 這是什麼東西 有同學知道這是什麼嗎 前面electro的部分呢 是跟電有關係的 電性的 中間這個cardio呢 是跟心臟有關係的 在醫學裡面跟心臟有關係的字 它其實都是用這個字跟cardio 所以前面這個cardiac output 講的是心輸出 最後這個graphy呢 就是圖 圖表 OK 所以連起來叫做心電圖 也就是在心臟跳動的時候 所產生的電性訊號 OK 那這個地方呢 當然你量測到的 既然是電性訊號 你量測到的單位 就是電壓 那下面這個呢 你可以發現 前面有electro 後面有graphy 下面也都一樣 前面有electro後面有graphy 所以基本上都是 什麼東西的電性訊號 差別只是在中間這個字而已 中間這個encephal 就是我們腦部的訊號 所以這個叫做腦電圖 再來 myo 其實就是muscle的一個訊號 所以它叫肌電圖 肌肉的電訊號 最後呢 這個retino 它其實是retina 視網膜這個字的字根 所以electro retinography 是我們視網膜的電位圖 OK 所以它其實就是在不同的 肌肉或神經系統上面 所量測到的電信訊號 它都代表了我們身體行為上的 某一些 一些跡象 一些資訊 所以你可以後面看到的呢 就是它的一些單位 還有包含它的這些訊號變動的頻率 以及它常見的量測方法 所以我們這一堂課程 大致上就是想要跟各位介紹這些東西 既然講到電了 多講一點點 各位可以看到 既然是電訊號 單位我們很熟悉 但是有一點 跟我們一般接觸到的電訊號 不太一樣 在哪個地方 各位在電子實驗室 或電路實驗室裡面 所接觸到的電訊號 大概都幾伏特 有印象嗎? 應該都是幾個伏特嘛 對不對? 或者至少是幾百個mV嘛 對不對? 各位有注意一下 這邊的單位嗎? 它的單位是 mV 只有10的-34 你在電路實驗室裡面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有接觸過那麼小的訊號嗎? 我想應該沒有吧 了不起應該至少 大概都會有到50個mV 就是你用Function Generator 所產生的訊號 應該都有這個等級才對 OK 那你要注意一下 四五個mV 大概是我們能夠量到的 最大的生理電訊號 所以換句話說 這些線訊號 都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你一定要適度的放大 才能夠得到 可以觀察的結果 好 那當然還有後續的 我們不用講太多 包含了一些酸碱質 或者是氧氣二氧化碳的分壓 或者是流氣速度等等的 還有體溫這些 我們希望這堂課上完之後 各位都會有一點點概念 好 我們這堂課的簡介先到這個地方 我們休息十分鐘 等一下再繼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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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